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长期 纵容总经理 一个总经理 曾国威 竟然可以对你的律师 对你的同仁敬招招 长期的敬招招 造成当事者重度又异症 造成他今天完全没有办法工作 造成他整个家庭处于混乱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务主仍然不愿意面对 并且违反劳动基准网 违反职业安全 职业态害劳工保护网 在劳工发生逐单的期间 直接给你公主劳动期间 直接给你 这个是非常非常恶劣 如果你不来成本的道歉 不出来成本的面对弱难的劳工 那么 包括金管率 我们都会信 我们来让你知道 你不站在自己的劳工 你不站在自己的员工 那么 劳团就会来招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 你做错事情并不可耻 如果你承认错误 好好补救 都还可以有挽救的机会 可是呢 他却是把这个提出 这公司问题的人 把解决掉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一个年资22年的资深员工 他快要面临退休之前 就招逢这样的打击 相信这不是我们新北市任何一个工会 不是我们全台湾劳工界都看得加速的 在这边 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主管机关 新北市劳工局 来 帮我拿一下 谢谢 普城公司呢 他在这个 新北市的第一届 第二届幸福新职场 他都有获奖 甚至在第二届呢 获得是这个所谓迎新奖 就是在这么多企业里面 排名前面几名啦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也是要告诉新北市政府 告诉我们的主管机关 你认定的幸福企业不幸福 你认定的幸福企业不幸福 请你后续必须要 除了劳工局以外 结合你辖下其他的单位 一起来协助 要求公司用最快的速度来处理